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来继续说明我们的跨平台实践车类的制定 那我们要来谈着就是一个造型三个车类 那就是我们的这一个EG这个EIT造型来拟定这一个三个实践车类 也就是从EIT造型 那么推论出我们从EIT造型推导出一个车类的方向 然后这个车类方向呢,再导出三个这个实践车类 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想来帮你做个简介 介绍呢,这一个三个实践车类 EIT造型你已经知道了 车类方向呢,就是我们要掌握API 就是接口的制定权这个方向 我们再来拟定三个实践车类 好,那我们首先要来帮你 这一个复习一下 在上个回合呢,一直强调的 就是减法设计到加法设计 这样的一个转折点 好,那么所谓减法设计呢 就是从复杂当中找出这个简单 从复杂呢,设计出简单 这个动作呢,我们称为减法设计 之后呢,从简单中 要来设计出很多可操作性的一个细节 还有这个方案 这个部分呢 我们称叫做加法设计 OK 好,减法设计呢 最常这个看到的 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牛顿 它做的一个F等于MA 这个公式 是从复杂的力学当中 设计出简单的公式 然后呢 这个安斯坦 从复杂的 这个职能变化的环境当中 找出呢 一个简单的公式 所以从复杂中 设计出简单 好,那这就是 这个我们这里所说的 叫做减法设计 减法设计 好,那么 大家就可以拿着 这个简单的公式 倒过来去理解 这个复杂 这个称为从简单中 这个理解复杂 好,那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个牛顿的公式呢 有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 这个F 第二个元素呢 就是 M 第三个要素呢 就是A 所以它有三个 安斯坦呢 这个也是 一个 这也是 两个 这是第三个 所以总共三个 这个要素 所以呢 简单的公式呢 刚刚那么巧合 都是三个要素 OK 三个要素 好,那还有呢 这个简单的 这个造型的设计呢 还有这个原子 原子呢 里头也有三个要素 直子 中子 电子 对不对 也是 一 二 三 对不对 是三个 OK 好 那这就是 稍微做文字的说明 啊 牛顿 对于这个 啊 复杂的 这个物体的运动 从中 找出一个简单的公式 叫做 从 复杂到简单 让人们 能够从 简单到复杂 然后呢 爱因斯坦在 啊 这个 职能变化方面 也是从 复杂的 质量 能量 光束 之间的复杂关系 啊 找出这个公式出来 就叫做 从复杂中到简单 因此呢 让人们 反过来 能够从简单中 理解这个复杂 啊 理解这个复杂 同样的 这个高老师呢 也是呢 从复杂的软件中 然后呢 啊 找出这个 EIT的造型 简单的造型 所以呢 是从 复杂到简单 所以呢 高老师所做的工作 是简化设计 那么 接下来 在这里头的 像跨平台等等的 我们是倒过来的 我们是倒过来呢 啊 借重 EIT的造型 然后呢 来拟定出这个 啊 跨平台的车类 来掌控 复杂的 软件中的 跨平台的 一个现象 啊 所以呢 这一个 我 找出 EIT造型 从这个 复杂到简单 就我们一般称为 叫简化设计 到过来的话 可以叫做 加法设计 OK 可以叫加法设计 OK 那 这一个 高老师也是 很巧合的 就是 啊 这一个 元素呢 这是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 第二项呢 要素 这是第三项的要素 所以也是三个要素 OK 所以你看 这个牛顿 FMA也是三个 E等MC平方也是三个 竹子 中子 电子 也是三个 啊 然后 EIT 也是三个 OK 啊 所以呢 这个 啊 都那么的巧合 OK 所以 这个 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 称为简化设计 这是一个创意高 难度大的过程 一旦得到了简单 就能够从简单中 掌握复杂 这称为叫做 加法设计 相对于简化设计的高难度 加法设计 就简单多了哦 啊 所以经由上述的创意过程 一旦探索出 这个简单的 车类方向 我们就可以引用大家来讨论 具体可实现的 一个跨平台的车类方案哦 啊 跨平台的车类方案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因为加法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 老板也可以来 大师傅也可以来 这一个工程师的也可以来 外来的顾问 大家都可以来做加法的设计 所以讨论出来之后 我们就得出呢 一个我们的三个 这一个实践的车类 三个实践车类 OK 那第一个车类呢 就是针对跨Android大平台 那这个车类呢 有这个谐天主义令诸侯 然后呢 在这一个跨芯片的小平台呢 有的叫做把它EIT的 把它EIT的 所以呢 这就做加法呢 把重来以一个简单的车类方向 然后呢 针对不同的情境 再把它设计出 这一个各式各样的 一个实践车类 所以这叫做加法 叫加法的 现在正在做加法的动作 所以 再来 要第三个跨自己的平台 所以呢 有车类三 叫建立中间键 建立中间键 这个叫做实践车类 实践车类 这叫实践车类一 这叫实践车类二 这叫实践车类三 是这样 我把它编号 是这样编的 OK 好 那我们再把它做个复习 这叫跨平台的实践车类 一个造型 三个实践车类 就是车类一 车类二 车类三 OK 这就是我们 这个 拟定的 那么现在 我们就来 帮你做个简单的介绍 让你知道 什么叫EIT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先来看一个 这个小平台呢 是指别人的平台 譬如说 芯片 或者呢 这个database的 引擎 或者是 这个graphic画图的 的这个引擎 等等的 都是我们的 所谓的 这个别人的平台 就别人提供的 让我们来使用的 所以通常是 供应商来提供的 OK 好 那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模组 我们的开发的模组呢 就会来用它的平台 所以那它的接口在这里 这是I 所以那我们是用了它的I 而且这个I是 由这个供应商提供的 所以那我们直接使用了它的API 那这个API呢 是它设计的 所以我们没有主导权 没有主导权 所以那 这是违背我们的 这个策略方向的 也就是违背我们的 这一个整个一个目标 以及我们的策略方向 所以这个要画差 画差 OK 所以那 我们就定义自己的接口 这是我们的原则 我们要定义自己的接口 因此呢 就把它加个EIT 把对方变成T的这一边 我们就从这边一切啦 这叫EIT啦 把它变成T的这一方 把别人的平台 用我们的T 一起跟它对接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接口 然后我们的平台在E 所以呢 这两边 因为这个接口是我们定的 这个接口是它定的 那这个接口呢 只会用在T 它不会用在这里 所以呢 T用它的接口 那我们用I的接口来 跟T来对接 因此呢 这个我们的平台 跟它呢 就没有相依赖性了 所以就大幅提升了 我们的模块 跨平台的一个可能性 跟它的这一个效果 OK 那这叫做把它EIT的 把它EIT的 就这边加一个EIT的东西在这 那正常的用法 让它成为T的这一边 OK 所以呢 这好像是将坏人封装起来 以确保我的大人外的自由度 这个因为它的平台会一直改版 别人的小平台呢 会一直的改版 一直的变动 所以呢 这边会劝举 会变 那变好像是坏人啊 常常会影响我 好像常常会来干扰我 对不对 它一变 我就要变 像这个 因为你用到它的接口 它变了 接口变了 你这边就要变 就好像是坏人常常来侵犯我 它肚子饿了就来找我 肚子饿了这样的 我干脆 我自己设置一个接口 把它包起来 让它不会干涉到我 所以呢 这个部分 等于是一个监力 等于是一个监力 把它包起来 那 这个坏人抓进去监力里头 那这边就可以按G2A了 就可以这样子的 它的思维是这样 这叫把它EIT的 也就是 把它做到监力里头去啦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 这个看看策略2 反正呢 这个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 没关系 下一个单元 我们还会是单独的 一个单元来介绍 策略1 也有一个单元来单独 介绍策略2 还有一个单元呢 会专门来介绍策略3 我在这里 只是帮你做个简介而已 让你有初步的认识 在这里还没有要帮你讲得很详细 OK 我现在的供点还是在说明这个思路 这个过程 策略2 是写天主义令主吼 OK 那这个就是 谈的是Android平台 这是Android的平台 那这个I 是由Android来提供的 所以我们写T 我们的模块 我们的模组 就受制于它 受制于Android了 所以我们 没有主导权 这个I 我们没有主导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换一个STOP 这我们称为叫潮潮类 或者呢 叫潮潮框架 这潮潮类 或潮潮框架都可以 那我们就再换一个STOP 换一个STOP 来封装 它这个I这个J口 然后再提供新的J口 提供新的J口 所以呢 这个叫做潮潮类 然后潮潮框架 你看我们提供的一个I跟I 然后 这一个I呢 去实现它 所以呢 它从这里扣过来 从这里扣过来 再从这里扣过来 再从这里扣过来 所以呢 你看这个I是谁定的 这是我们定的 这个I是谁定的 这个Google定的 本来是 两边的J口在这里 现在呢 我们把它创造一个J口在这里 那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模块 在这个情境下 这是我们的模块 这是Google的 Android的 所以我们把它 变到这个J口 变到这里来了 那这个J口是谁定的 是我们定的 我们有主导权 所以我们有主导权呢 我们就保护的 我们自己的模块 保护我们自己模块的 这样的一个自由度 自由度 OK 然后这个会Change Android的版本呢 会一直改变 自己会Change 那Change呢 到底有哪些点 因为Android太广了 Android太广了 所以呢 我们 这一个监狱 包不完 所以呢 干脆 建立一个城墙 把坏人都包在 城墙之外 我们自己呢 躲在城墙里头 躲在四合院里头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是建的围墙 是在包好人 就把好人 抓在监狱里头 这叫做 这一个草草类的 像四合院 就是一个监狱 四合院呢 就是把这个我们自己人 自己 大人外 都把它放进去 我们四合院的监狱里头 还有像这个台北城啊 这个北京城啊 南京城啊 他也都是把好人 关在这个城内 好人关在城内 所以 这个呢 我们在这个例子当中 是把这个好 把坏人呢 关在这一个 监狱里头 然后在这里呢 是就像四合院 是把这个 这是坏人 这会嵌举的 会嵌举的 所以把它 把自己 把我们好人 关在里头 关在四合院里头 有没有 这是 这是坏人 这是坏人 那刚刚这里头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坏人 嵌举在这里 所以呢 坏人呢 关在监狱 这就是 第一个车内 那第二个车内呢 很好玩 就是把好人 关在监狱里头 好人关在监狱里头 所以刚好呢 像四合院 就是把好人 关在四合院里头 就是把好人 关在监狱里头 然后这个台北城啊 北京城啊 就是 把好人呢 这个 关在这个城内 把好人关在城内 所以策略二 就是把好人关在城内 OK 这就是 这个用意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 曹操类定义一个 自己的新接口 来保护呢 模块的变动自由度 你看 保护的新接口 然后呢 是把这个监狱呢 把自己人 包在监狱里头 把自己人 包在监狱里头 所以呢 是 类似建立四合院 来保护大员外 这个我们自己模块 安全跟自由 也像建立长安城 保护城内积民的安全 所以呢 把坏人挡在城外 把好人呢 关在墙外 墙内 这就是 策略二 策略二的做法 然后建立中间建呢 其实来讲 它就是 一个潮潮类的扣大而已 就是潮潮类呢 它可以呢 把这个 好人呢 关在这个城内 关在这个城内 所以呢 那如果把这个潮潮类扣大 就变成这样子了 扣大 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把潮潮框架扣大成一个平台框架 就变比较大了 你看 这样子 是不是变这样子 对不对 一样的 一样的 好来 再把这个拿下来 所以变成 这已经叫做中间建了 OK 好 那这个就是 标准的做法 就是把那个 放大 把那个放大 把那个潮潮类放大 就这么简单 OK 这类似于建万里长城了 就把 把这个 北京城变大 就变成万里长城 保护关内机敏呢 包括我自己版本的各种模块 的变动的自由度 你看我这个 所有的平台 都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 有 有必要改变的时候 在改变这里 并不影响他 OK 所以呢 保护了 这个自己的机名 所以把自己包起来 把自己包起来 OK 就类似万里长城 类似万里长城 那这个是最有名的 微软的档内的框架 他就是利用一个框架 当成万里长城 然后呢 保护了自己 这是官内 保护了自己 这是官内 有没有 这是保护了自己 目的还是要保护这个 所以要有一个万里长城 那这个是坏人 这个会欠击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是坏人 所以把坏人挡在 这一个 万里长城之外 这是在万里长城之内 所以中间间 保护了自己的平台 类似万里长城 保护了 自己机名的安全 你自有着 我们后面会带来说明 OK 那这就最著名的 微软的档内的框架 也是一样建立出 这叫做微软的中间键 中间键 那现在中间键呢 也几乎都是以框架 的一个形式呈现出来的 好 那我们 介绍完了 这个三个 基本的车类 就是实现车类 那这个在这里 只是帮你做个简介而已 后面呢 还有 这个三个单元 各详细的介绍 这一个 三种实践的 三项实践的车类 继续做加法 把它制定的更详细 更具有可实现性 更具有可操作性 OK 好 那我们的基本结译来看一下 A段架构师呢 从复杂中找到简单的实践车类 叫做简法设计 难度较高 一旦找到了简单 就人人都可以从这项简单中掌握了复杂 获得跨平台的普遍性 迅速扣大市场 抓住机会 这叫大家都来做加法设计 OK 好 那我们到这里呢 就帮你介绍了简法设计 到这里的加法设计 那也给你看了 这一个实际的 这一个车类 就三个车类呢 的基本形式 帮你做个简单的介绍 好 那你心中呢 先有个一个完整的一个印象跟完整的这个想象 然后呢 到下一个单元 我们会来帮你做更详细的说明这三个实践车类的运用 以及他的活用 一个方法 OK 好 那我就先帮你介绍到这里 谢谢咯